男生果然现实 追谁不是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打扎银行的行长 这期的话题和初恋有关 遥想行长的初恋 已经是千禧年间的事了 在冷血如我的心里 初恋早已查无此人 就算依稀记得 曾经一些事的轮廓 也没有一点兴趣 更别提从脑海里 时时拎出来回忆了 但在初恋这件事上 男女的看法 好像确实如我们想象中那样 真的有弊 一般情况下 多数男生对初恋 比起女生 确实更加耿耿于怀 也有相当一部分男生 有着严重的初恋情节 所以今天就来聊聊 为什么男生总是怀念初恋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 每个人对初恋的定义不同 有的人把第一次的怦然心动 当作初恋 有的人把第一次交往 算作初恋 而第一次交往 如果正值青春期 很有可能 因为当时的少不更事 朋友起哄 半退半就 稀里糊涂的就在了一起 又匆匆忙忙的分了手 那这种初恋就真的 没什么讨论价值 也就不在我们今天 所聊的范围之列 来 行长总结了一下 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 怀念当时的自己 或对爱情的初心 因为第一次最难忘 手音效应带来的新鲜感和冲击感 是现在满地的OG们 再无法体验到的 关于手音效应 看图 那可是他们第一次爱的女孩 是他们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情感 是初恋教到他们 如何去爱的启蒙课程 可能你现在去问一个playboy 她的初恋是怎样的 她也可以一秒变神情 青色又美好 我永远都忘不了 第一次和她对视的感觉 她一哭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一笑 我就跟着笑了 而且大多数人的初恋很纯粹 懵懂的少年少女 没有现实和物质的牵绊 更不会在乎付出和得到的问题 处在那个时期的男孩 可以什么都不用考虑 一心就想和喜欢的女孩在一起 懂得很少 快乐却很多 那么快乐的回忆 当然要实时回忆 也不怪他们待着没事就怀念初恋 怀念初恋的时光 顺带再缅怀一下 那时候纯粹因为喜欢她 就义无反顾 Just do it 的自己 QQ 二 被现状不满时的遥远寄托 那肯定啊 现实越残忍 令她刻骨铭心的初恋就越美好 要不然说越长大越孤单越不安 长大了找着对象还好 单身就更惨 一个人吃饭旅行 到处走走听听 再生个小病 再事业不顺 再多随几回分子 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可能是被老板骂的第101个加班业 可能是朋友们通通写卷的饭局 总之就那么一瞬 她想起自己曾经是某个公主的骑士 铠甲 是某个女孩的天 午夜梦回 怀旧记忆上涨 啊 初恋的确是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和心口的朱砂痣呢 三 心有不甘 得不到的再骚动 失去的才是最好的 我认识的几个男生给我的感觉是 就算是我使劣院 又回头再吃一口 反正初恋做啥都是好的 而且每每说起来 总是一副意犹未尽的向往恋 对 确实 对很多男生而言 初恋是最初的心动 是不沾杂志的懵懂 但最重要还是爱而未果的遗憾 而且人类是会美化回忆的 人的大脑会根据自己想要的 和现实的暗示来修改记忆 甚至制造出不存在的回忆 自己过得越惨 初恋就越美 自己老婆脸一天天黄 身材一天天走样 初恋就越越美 和现役女友吵得不可开交时 初恋就越越越美 再加上男生胎理代的狩猎属性 极强的领地意识 让初恋就这么变成了一块 曾经已经攻克 却又失守的领土 但行长觉得吧 怀念归怀念 偶尔想想初恋情有可原 而真的付诸行动了的 那些非单身男性朋友们 也并不挑 不光初恋 第二恋 第三恋 他们该劈腿也是会劈腿的 最后 其实行长有问过周围的男生 会不会想要和初恋重温旧梦 惊人的是 多数男生表示 想想和行动之间 还是差了不少的 他们觉得 无论是放弃现有稳定的恋情 还是单身时重新追求初恋 意义都不大 而且太冒险了 男生果然现追谁不是追 所以各位姐妹不用太过苦闹 我们专注自身就好 如果他让你实在难受 也可以选择离开他 让他怀念你哦 我都不想要